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先鋒服改版已經改版完了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這一次連動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這兩隻角色 這個雷姆跟艾蜜莉亞 好那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吧 不過不過呢 因為這一次應該是IP原廠的關係喔 所以說呢在先鋒服更新之後呢 我們在圖鑑這個地方 並沒有辦法看到這兩隻角色 那所以說呢 他應該是跟正式服一起開放 因為先鋒服飾會比較早更新嘛 那我覺得呢應該是 這個遊戲原廠莉莉絲 跟這一個就是那個什麼 叢林開始異世界生活這邊 他們有談好一個公開亮相的時間 所以說呢你不能在這個時間點後 提前曝光喔 那所以說呢今天的更新呢 就還看不到東西 那另外呢這一次更新呢 也有更新像是亂石之境 但是呢目前亂石之境也還沒有開放 那唯一可以看到的東西就是 我大概有兩個小東西啦 第一個是基盼這個地方喔 然後呢雪威救影喔 果然就是這個雪威幫的兩個角色 一個是奈拉 這個算是老角色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索尼亞喔 那這兩個的話呢 應該大家一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立刻開滿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攻擊力加5% 爆傷耐性 然後生命跟防禦力加15% 這樣子也是不錯齁 索尼亞的話 現在都是用得到的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貿易港喔 這個就跟課金有關係了 貿易港原本這一個 這個這個 在什麼地方喔 稍等一下喔 原本是你可以去購買那個角色的 欸我看一下喔 我有點忘記 阿對對對 這個地方啦 原本這個特賣籌兵這裡呢 他只有半神惡魔跟一般的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齁 如果是一般半神惡魔的話呢 我們隨便選一個齁 他的賣價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說150塊台幣的話 你可以買10個碎片齁 10個碎片 那如果是說呢 這一次更新之後呢 就多了SP的英雄 我們看一下SP的英雄賣價是多少 SP的英雄的話呢 就是7片齁 7片 然後呢 150齁這樣子 欸對不起齁 如果說你是買這兩個的話 是7片 如果說150的話 你是買8片齁 那整卡合集的話呢 就是買 1000塊 1000塊的話 1050齁 就是大概是7倍的價格嘛 所以7856 那你買整卡的話呢 多送你4片齁 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你是課長的話呢 會有人課這個嗎 可能 可能還是會有吧 這個這個樣子 所以說這個是 這個SP的碎片齁 那原本的話是 沒有SP的英雄 但是現在就有了 然後可以選擇的角色 應該都可以選吧 我們看一下齁 欸沒有還沒有耶 像光女沒有 然後獅子也沒有 只有 只有這個塔琳 埃茲跟這個色恩齁 好 所以說這個也是會隨著時間開放 那我們看一下塔琳的碎片也是一樣吧 也是一樣齁 三片四片 然後 這個整卡買的話呢 是10 大概是1050台幣啦 好 那這個先鋒服看完了齁 我們就來看一下說這個正式服吧 正式服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本週的這個 詛咒夢境齁 跟這個 夢魘回廊齁 好 這我也是打的蠻久的 不過呢 這一次的話呢 因為說我自己已經有這個光女了齁 然後也有一般的八燈 所以我就會借一隻比較強的這個八燈齁 好 那麼來看一下齁 我用的這個隊伍 我這個應該算是不是平民的隊伍齁 因為畢竟 該有的SP都有齁 那不過呢 也是試了 試了蠻多個 適合我的這個隊伍齁 好 首先第一隊是這個八燈齁 9.66B齁 那 我這個 跟Sumson Rose大大借的這個八燈呢 也是在這個地方齁 也是這個所有隊伍裡面輸出最高的 好 然後第二隊的話是光女齁 那 這一次的話呢 是運氣比較好 打出了7B 一般來說都是在5-6B掙扎齁 好 然後呢第三隊的話呢 呃 是上羅萬 那 呃 除了羅萬之外呢 還有上一些其他角色過 但是呢我發現 上羅萬的話呢 這個傷害比較穩定喔 是可以打出3B的 好 然後第四隊的話呢 就是 呃 靠拉庫打嘛 然後一定要放連獸喔 好 然後第五隊的話呢 就是 欸 這個斯加萊特齁 斯加萊特齁 還是 非常重要的一隻平民角色啊 一定要給他升好升滿喔 那斯加萊特就是 扛第五隊的這個傷害 3.5B喔 好 然後第五隊的話呢 就是 呃 我們用這一隻仙鵝喔 那 呃 主要是讓末日敬衛跟這一個得類式輸出喔 所以說呢 我覺得大概齁 就是 呃 主要是 要比較刷的就是第一隊的這個巴登 跟這個第二隊的這個光女喔 那如果說這兩隊 正好都有爆出傷害的時候 欸 名次就比較前面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呃 夢魘迴廊喔 夢魘迴廊的話 我覺得黑鳳皇的影響比較大 如果說 有借到黑鳳皇的話呢 那一隊的話 就可以幫你省下不少的時間喔 那我最好的分數是 呃 這個三分三六點六五齁 但是 夢魘迴廊我沒有特別刷很多次 我不像那個 呃 不像那個詛咒夢境喔 刷個二十幾次這樣子 因為夢魘迴廊的話 其實他的那個排名啊 影響的那個鑽石跟破壁 沒有那麼多齁 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可以稍微 呃 就是就是就是大概在十幾趴 二十趴都不會 那個那個獎勵沒有落差到 像詛咒夢境差那麼多喔 好 那第一隊的話呢 就是呃 這個 我們看一下齁 那個那個菲泰拉 然後呢盧克里蒂亞這樣子 好然後第二隊的話 喔 SP的色人在夢魘迴廊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齁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SP的色人 還要不要再繼續提升上去喔 好 然後第三隊的話就是 呃 光法 然後第四隊的話呢是 八燈喔 然後呢第五隊 第五隊的話就是 用艾倫的 好 第六隊的話就是 黑鳳凰齁 有沒有見到黑鳳凰 真的是差非常多喔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欸 這個我有 我有上傭兵嗎 我有點忘記 剛剛這樣看好像沒有上到傭兵耶 來看一下齁 有啦有啦 抱歉齁 我忘記了 對啦 我是借黑鳳凰啦 然後也是還好說 這一次有有換到這個八燈喔 所以說換八燈還是蠻值得的齁 因為雖然說 這個八燈我是借得到 但是呢 你如果說用了八燈的話呢 像在夢魘回廊的話 你就不能用到黑鳳凰了 那之後 還會不會有些這個新的角色也不知道 所以 這一次啊 英雄置換的話 我還是冷痛把我的這個 SP鳳凰塔琳啊 最後的藥雀一組換了這一隻八燈喔 好了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